作为动脑组 我们主要是搭建平台 倾听各国科技管理部门 和科学家 工程师 企业家们的声音 这是中国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在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创新之路分论坛时 向在场嘉宾做出的表述 4月25号 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创新之路分论坛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 创新之路分论坛 是本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次增设 促进科技进步 是人类的共同需求 而满足这一重大需求 需要世界各国政府 和广大科学家 工程师 企业家等携手合作 共同努力 这是科技进步的规律 也是建设好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要求 当天的分论坛上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理 也以中国科学院举例 说明科技创新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们院已经在非洲 中亚 南亚 东南亚和南美 建设了九个海外的科教中心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开展科学研究 解决民生挑战 推动技术转移转化和人才培养 构建了创新合作的平台 并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效应 中国工程院汇聚了中国工程科技界最杰出的专家 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作用 让中国工程科技造福沿线国家 在当天的创新之路分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院长李小红用一组数据 向在场嘉宾回答了这个问题 北斗系统也得到了沿线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支持与共建 共同开发的信息通信技术 也支撑了沿线12个国家的路海南及骨干网的建设 建成了34条跨境路路南和6条的海南 本次创新之路分论坛 共有来自33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近150名中外代表参会 与会代表通过交流 共谋创新之路发展方向与实现路径 分享合作经验 展望合作愿景